大家好,这里是脑洞大大的,每日为您分享宇宙知识,这是詹姆斯微博望远镜于2022年10月10日拍摄的一张图片,图片中心有一个类似圆盘的物体,且中心似乎有发光体,它位于猎户座方位,距离我们大约1340光年,在2009年12月哈勃也曾拍到过,不过相比于哈勃那次, 我们可以看到,微博的拍摄似乎看到了中心,那里隐约可以看到发光体,下方我们可以看到尺寸10亿,大约300AU,也就是300个天文单位,一个天文单位就是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1.5亿公里,所以直径约300AU,说明它非常的大,那作为比较我们看一下太阳系的尺寸,这里我们不考虑奥尔特云,奥尔特云是个球形结构,目前它还没有被证实, 所以我们就以科伊伯带来对比下,科伊伯带是个环状结构从距太阳39AU一直延伸到50AU,这样算下来的话,太阳系这个圆盘的直径大约是100AU,那么微博和哈勃拍摄的那个圆盘直径300AU,可想其大小,它到底是什么呢? 别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张图片和比格哈罗天体,这个是哈勃于2022年10月17日公布的一张图片,它的位置也是位于猎户座房围,这个天体和微博拍摄的那个圆盘,即使有点相似,第一,它们的中心都存在发光的物体,哈勃拍摄的这个还具有明朗的光珠,第二,发光的物体都被一圈尘埃包围,并且,它们还都位于同一片星云之中猎户座星云, 猎户座星云是著名的造星工厂,所以这里发现异样的天体,可能与恒星的诞生有关,那恒星是怎么诞生的呢? 现在的理论认为,恒星是由星云的凝聚而形成,一片巨大的分子云可能有几光年这么个范围,其主要成分是氢和氦,它们在引力的作用下向内聚集收缩,当核心的气体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形成一个低质量的圆恒星,这是恒星最初的模样, 然后是一个围绕圆恒星运行的行星盘行星便是在这个行星盘中诞生的,这便是一个世界形成的机制,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猎户座星云是造星工厂,观测这个地方,可以帮助我们验证理论的猜测,星云凝聚形成圆恒星时,高温会使一些下落的气体电离, 这些电离的气体会沿圆恒星旋转转轴的方向从两极喷出,从而刺破厚厚的尘埃云形成美丽的射流,我们把这样的天体称为赫比格哈罗天体, 因为这是由乔治·赫比格和吉利尔末·哈罗首次发现,其命名是以HH加发现顺序而命名,像HH1便是第一个发现的赫比格哈罗天体,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圆恒星的吸收,它附近的分子云则会越来越少,所以喷流逐渐微弱,但这时外围的分子云还很浓密,旋转使它们形成了一个包裹中心的圆盘, 所以这时如果看它,它则是一圈昏暗的尘埃云包裹着明亮的中心,它好像一个飞碟,飘荡在浩瀚的宇宙,这便是微薄的拍摄《恒星形成时刻》圆形星盘,若是能看到行星盘的内部,我们会看到一些奇妙的变化, 微小的颗粒聚集形成星子,这是行星的胚胎,它们不断地碰胀西腹,千万年后,它们便会形成一个个新的世界,宇宙真的好奇妙,只是单纯的尘埃分子云聚集, 却创造了万千世界,简单的相聚,竟是神奇的开始,啊,背拍天体云景,据Cnet报道,虽然人们对詹姆斯, 微薄太空望远镜的早期结果感到惊叹,但哈勃太空望远镜仍在继续捕捉令人惊叹的宇宙图像, 例如,哈勃提供了《猎户座星云》中赫比格,哈勒天体HH505周围区域的视图, 这是一幅充斥着色彩和曲线的图像,就像一幅美丽的抽象水彩画, 悟空局将其描述为天体云景,这里是完整的图像,哈勃俯瞰猎户座星云, 看到赫比格,哈勒天体HH505周围的这种华丽的气体和尘埃的洗礼, 悟空局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说,赫比格,哈勒天体是新生恒星周围的发光区域, 当恒星风或从这些新生恒星喷出的气体喷流,形成冲击波与附近的气体和尘埃高速碰撞时形成, HH505的外观要归功于一颗叫做Ix-R的恒星, 它位于距离我们大约1000光年的猎户座星云的远处, 这颗恒星的外流在拳图的顶部和底部显示围弯曲的结构, 哈勃对列互作星云一个活跃的恒星形成区的观察, 突出了年轻恒星的工作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它们的空间淋雨, 该望远镜是美国宇航局和欧空局的一个联合项目, 如果你喜欢这张HH505的照片, 那么一定要看看美国宇航局2018年的可视化视频, 它利用哈勃和斯皮测太空望远镜的组合观测, 让你飞入星云, 虽然维博是一个闪亮的新东西, 但它并不是要取代哈勃, 而哈勃已经明显的服役了30多年, 这两台望远镜有不同的专长, 都将有助于人们对宇宙的理解不断加深。 3. 维博望远镜 2021年12月25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詹姆斯·维博太空, 望远镜在经历多次技术因素和恶劣天气造成的延误后, 成功达成欧洲航天局的阿利亚纳5号火箭 从法属归亚纳基地发射升空, 西方媒体纷纷称, 这开启了一个备受期待的天门探索新时期, 微博望远镜是目前全球已建成性能最强大, 也是造价最高的太空望远镜, 它造价高达90亿美元, 重7吨, 主径直径6.5米, 由18片巨大六边形紫径构成, 遮阳板面积相当于一个网球场, 由于体型巨大, 微博望远镜以折叠状态发射升空, 科研人员采取遥控方式, 待微博望远镜进入太空后逐步将其展开, 火箭升空约30分钟后, 微博太空望远镜与火箭脱离, 将在未来13天内在轨道飞行期间逐渐展开, 而这必须至少完成344个关键的预定动作, 整个过程犹如化箭乘叠, 微博望远镜在太空中在飞行两周后, 将到达距离地球161万公里轨道上的目的地, 这大约是地球与月球四倍远的距离, 地球和望远镜将同步环绕太阳运行, 使望远镜在特殊轨道上与地球一直保持对齐, 微博望远镜到达观测位置后, 科研人员还需在花费5个月时间对齐进行各项检查, 预计望远镜将在2022年6月底前正式向地球发回第一批观测到的宇宙图像, 目前人类尚在使用的太空望远镜是1990年4月发射的哈勃太空望远镜, 过去30多年中, 哈勃太空望远镜为人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宇宙图像, 如著名的创生之主和被称为哈勃超深空的近那个星系的图像, 这些图像都加深了人类对大爆炸以来宇宙变化的认识, 甚至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思考方式, 微博则是当前世界上最强大、最复杂的太空望远镜, 与哈勃望远镜相比, 微博太空望远镜具有更大优势, 它的设计是为了超越哈勃看到宇宙的更深处, 我们只是宇宙历史中的一瞬, 但我们的文明使我们目睹恒星形成的每一种进程, 预知每一种未来, 理解每一种出生, 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里还原恒星形成的绚烂与分子云的壮力, 人类在茫茫宇宙中举举独行, 但人类不孤独, 因为重型繁密, 狭卷云梳, 同锤不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看完后您还有何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